大家好,我是吳仔 這一節獨家的爆料 我們找到一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 你是誰? 他是誰? 王一菲先生的... 表侄 表侄 表侄也是在內地 現在表演得很厲害 我看你在電影中都是男二的角色 那些角色以前是大概... 我給一些概念給觀眾 可能是智叔或者達哥那些配角位 其實真的是感恩 有人願意用 我跟他識於微視 這位曾經多次北上的兄弟 叫林志肯先生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 我們有廣播今天獨家爆料 親戚盡素心鍾情 即like 北上是做什麼? 令人想入非非 不是,我們北上很多活動 我們稍後會慢慢說 但是越說越瞄越黑 不會 不會,今天就說一下 他表叔王一菲 跟他之間好像有點誤會 會說一說 介紹一下這位人仔 因為這位仁兄是香港演藝學院的大師兄 很難得我認識這麼多個朋友 可以讀演藝出來 然後是真的有得做影視的 真的可以看到樣子 或者是在一部全國上映的電影裡 有封面你是做男二的角色 是,那部叫做加油兄弟 其實都有上了兩三年了 是嗎? 是,是在疫情期間上了 我記得 我這麼多朋友 就是做影視圈 如果你說做得最廣的 那個距離 你那時候去到哈爾濱 都是 你受了傷 也有內地的媒體報道 是的 那時候我記得 是跌斷了你的腳 是的 我斷完腳之後 運回來香港之後 我才做手術 先問了你一點點 然後才進入我們的主題 其實你在香港也有一個電視的演出 譬如在內地也有一些重要的演員的崗位 其實有沒有靠到你表叔八王一妃先生的關係呢? 那真的跟今天的主題有些是能夾得到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就是要說回很多年前 我問一問你 吳仔 記不記得2008年發生什麼事? 不記得 2008年是北京奧運 在奧運之前一年 我表叔其實帶了我上去北京去拍一部電影 是的 那部數字電影是央視的 央視的第六台是專門播放電影的 帶我上去拍 因此產生了一些誤會 那麼多年 不如一次過 恩仇未了情 今天跟我解決它 首先有很多人都想知道 做演員這一科 是不是真的好像那些人所說 五仔說 做到整天說死棋咧啡 那這樣不行呢? 我覺得我這麼多的朋友 你都挺爭氣的 我覺得算是爭氣 喂 你說話這麼給面子 喂 你做到的事情我做不到 在內地拍電影 然後有封面 你是做男二的 我有什麼? 我有條毛嗎? 不是啊 以你現在的地位 其實你可以投資一部電影 讓你自己去拍 然後低調的 你就可以 是啊 上封面了 低調的 我也不想說到這樣 但是我暫時還未做這件事 看看將來有沒有空玩 它本身除了電影之外 那時候在內地拍了一部電視劇 那時候 我記得電視劇 你記不記得我 是啊 要說回北上那件事 為什麼我們會北上呢? 就是那部電視劇 那部電視劇 是一部鮮俠劇 叫《招搖》 招搖裡面 我是演一個鞋角 好像小丑一樣 叫小塔鼻子 是呀 鼻紅色 小塔鼻子 我那時候為什麼要提一提 他是做電視劇呢? 香港人和內地人看明星是兩回事 他們很尊重演員 他們叫你老師 是 首先我要說一說 我真的不是明星 我是演員 是 但演員他們也是叫老師 是的 相當地尊重這個工作 香港你叫死KTV 有些網民 死KTV 你好嗎? 拍照 很不尊重 你不是拍戲那個人 但是在內地相當不錯 我那時候跟他北上 為什麼要北上兄弟 因為我們經常回大陸 他帶我去剪彩 在中山 一間酒店裡面 可能有些人說 是誰來的? 黃一菲我認識 是誰的表侄 他本身是一個演員 在內地拍很多東西 拍很多電影和電視 說那時候 酒店的老闆找他去剪彩 威得我是陪他上去試試這間酒店 我還記得當時那間酒店 那個老闆還開了一間胡椒豬肚雞 我們吃完豬肚雞 是的 才去那間酒店展開 超多 找個專車載我們 你有沒有這麼厲害 子恆兄 他真的 我認識這麼多人來說 可以上到內地發展 這個很難得 今天會講完他跟我表叔的那種恩怨之外 他就會多說一些在內地拍劇的辛酸 不要說到每個人都上去就 裁員廣春這麼容易 待會再說一些辛酸 是的 我自己本身 伍仔等等 你說了我 說到好像很棒 其實我覺得你在國內還好 為什麼 你在我的記憶當中 你捐過很多錢回大陸 是不是有點誤會 沒有誤會 沒有誤會 先說一說 你說到好像在內地風山水 實際上真的不是這樣 但是你在我的心目中 你在內地是在播種的 不要亂說 播種 待會以為我們什麼北上英 是作育英才播種 不是 這個也是一個小小的誤會 真的 你不是捐那間學校嗎 那間學校是我有份幫忙籌錢捐 那錢不是我給的 哦 是的 但是你在我心目中就是你給的 所以我就要澄清了 待會別人以為 為什麼會這樣 那時候我們做YouTube 我們也是會搞一些慈善的事 然後 香港有一間叫人夫車行 很出名的 是嗎 賓士 不是 因為我不懂車 但是我也知道 出名的 有什麼夫車行都厲害 然後那時候我朋友說 噓仔他看到你拍片 說叫籌款 他就馬上捐了幾十萬 幾十萬 是幾十萬 收了一張大支票 然後就拿去山區棄學校 這間學校怎麼都叫五仔中學 五仔小學 不是 比得幾十萬都不叫 很好笑 但我很虛榮 不是 真的不關我的事 因為事實上可能 人夫中學 可以 可以 是嗎 其實 要先澄清一下 我當時只是幫忙 你不要誤會 人家錯誤聽了這件事 其實我們在內地也回去了不少的時間 看到你在遠線也有電影上話 剛才知道原來也是你表叔帶你上去的 拍電影 是嗎 第一次我接觸內地的電影 其實是真的 2007年的時候 我拍第一部就是剛剛說的 中央電視台第六台的數字電影 說一說為什麼會生 你誤會好嗎 讓我再說一點點 好 你說 你那一部之後 然後就自己 很多人找你做事 不是 那一部之後 其實真的完全沒事了 又回到香港 不過這樣說 還是你的頭開得好 不是 那個頭開得好也是感恩的 真的有很多人 包括讀完書 讀書也有很多老師教了我 PPA 是的 另外表叔也給了一個機會給我 帶了我上去 也認識到很多導演 所以就是 潮內有人好辦事 認識人比認識字 其實永遠都是真的 尤其是讀完書 我們讀了這麼多年 其實我也不是讀很多書 不過出來社會 就真的知道 原來讀多少書 都不夠認識多少人好的 我想問一下 表叔這麼疼你 為什麼你們又會產生誤會 一些摩擦 還是怎樣呢 我記得那部電影叫做 《京港良原奇遇記》 就是講一群香港人 想到北京 我剛剛說過2008年 2008年是什麼 是北京奧運 前一年 就是一群香港人 我還記得一起拍的有羅家英 家英哥 黃一山 就是細龜 我們的台有個主詞叫龜叔 你知道嗎? 我有聽過 細龜和黃一飛 那時候有個導演 其實我跟他也認識於微視 他叫高逸進 他現在真的很照顧我 也是很好朋友 為什麼說認識於微視呢? 那時候他還沒有現在這麼大名氣 他知道 讓我帶你去進入那件事 其實就是一個導演 給你一個劇本看 而你表叔當時擔當的崗位是 製片 相當於現在香港講的監製 是的 然後就好像說 導演有個角色給你 你有些看法 是的 我表叔就說 你這個角色 那個角色叫韋明 你就應該要演一個很木立的 木立的傻傻傻傻 那個年輕人 但是我看他的劇本 不是的 要追求女的 就是在那裡聊一下 厚花花的 是的 然後我就跟他可能有些 就是 他想你做A你就做B了 是的 其實那時候我又不懂得很堅持 但是我覺得好像很委屈 因為我覺得這個角色 我是想這樣演 你也是藝術家 他也是藝術家 其實我剛才畢業 那時候是04年畢業的 那你又壞了 是的 我那時候是07年 就算不是表叔 人家也是你大前輩 是的 我現在經歷了這麼多年之後 當然我現在懂得這樣想 是的 但當時是不懂的 入世未深 我們那時候只有十幾歲 差不多了 十幾歲 OK 那時候你們發生了什麼事 有沒有打架 爆樽 那些 沒有了 他的電影就被人爆樽 爆了十幾次 那你有沒有爆 我當然是 暗春一樣 我自己就爆了 就爆哭 真的哭 真的哭 因為這件事 我是當時而已 因為我覺得 我很想這樣去演 但是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不讓我去發揮呢 就屈在心裡 那兩個 有什麼吵架 有另外一件事 有另外一件事 待會可能可以說一說 那件事沒有吵架 就是回到香港之後 但是這件事 我不是說 有一個很關注我的導演 就是高逸俊 他就是這部電影的導演 他就跟我表叔說 你這個兒子 科班出身 讓他試一下 他自己 看看如何 去發揮一個角色 讓他去試 可能因此 不說柔子學 說起 老人家可能就會更加 當然了 大哥 你是導演 我是監製 我大過你 你叫我聽你說 那小子又說叫我聽你說 不如你做我一份吧 我自己也明白 完全明白 我現在也完全明白 但那時候 剛剛也說入世未深 對 剛剛在社會工作 連自己親戚也得罪 唉 我現在真的很後悔 那你還說 還有一件事 真的吵架嗎 還不至於吵架 我記得 有一年的年初三 咦 今天出門也是年初三 那年是赤口 我去請他喝茶 初三喝茶 真的是赤口 為什麼呢 他問我 指向你怎麼看尖瑞文 即是尖Sir 你知道尖瑞文是我的師父嗎 你知道嗎 他也是教過我的嗎 是嗎 是啊 對 就是我們師兄弟 對 師兄你好 師兄 然後呢 你是我師兄 還是我師兄 當然你是我師兄 你比我大 沒有說到好像很老 好 是 尖瑞文 他怎麼看 他問我怎麼看 我就說 挺搞笑的 嗯 然後他說 你喜不喜歡他這樣的路線呢 然後我說 路線 對 然後我就說 嗯 我想多元化一點 我這樣回答他 嗯 然後他就一個 哇 當頭棒學就說 我真的對你好失望 蛤 為什麼 人家假假的都是你們的老師 哦 是啊 尊師送到你也送不到 哦 是啊 起碼人家 你叫不叫得出他的名字 叫得出 我叫不叫得出你林子肯的名字 那就是叫不出 是啊 是啊 那就是他成功你失敗了 哦 那事實就是這樣 那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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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想聊天 他只是想聽他 你有什麼想說回他那句話出來 我覺得尊師 其實他也是粵劇出身的 是 就是做大戲 他自己是武行的 那時候也有些師徒制的 那時候 尊師重度很重要的 那時候 絕對是的 現在也是 永遠也是 絕對是 是的 所以可能他就覺得我 在這一方面 就沒有尊重他 哦 尤其是剛剛說的那件事 是 在北京拍過電影的時候 也是這樣 是啊 是啊 說起來也真的是 每次都是這樣 Mirror Lange仔 巧口慘手 是啊 孝順孝順有個順字 人家說A你就是A A什麼A.1 是的 頂撞 要心要肺 那有什麼想跟表叔說 那當時真的 小孩子不認識世界 希望表叔原諒吧 他現在說表叔 有時候過年過年 還沒有表你嗎 現在又跟他拜一下年 都是電話拜年 現在大家都 是否因為疫情關係所以疏離了 還是因為那件事所以疏離了呢 現在其實他很多時候 在國內都要黑串和登台 都仍然有 黃一菲相當出名 當然 是 各有各忙都少接觸 會不會是他上次罵完你之後 已經沒有再見到 也有見到 有見到之後 還有拍過一個 跟他一起拍過電影 也是他介紹的 不是 那個是反過來的 那個是我介紹的 是嗎 是因為一個製片人想找他 我是說你風山水氣 你也可以到處介紹別人 我也有介紹你的 我不是演員 現在已經 又不夠人帥 你不是 你很帥 不要開玩笑 剛才我跟你一起上來錄音之前 在下面都 人家拔著你拍照 哦 這些小事 但是沒有人會拔我 那在內地很厲害 香港 這裡是你的地堂 是 那你跟表叔說 就是小孩子不懂世界 是的 希望他大人有大量 沒錯 沒錯 表叔現在身體好不好 現在可能身體 就是老人家那些 三姑一定有 我看到他好像胖了很多 是的 那就像什麼一樣 有點甚至少 那個小孩子 可能偏偏 一點 對 就是өige 所以行動也擅長 的 行動也做得不 很隨便 不是 自己能走走 也還有很好的 你這樣表叔應該也會原諒你的 我也希望他知道我的心聲 因為其實我也有表達過 那時候不是五生性的小孩子 那些年輕人真是反本期的 年紀大慢慢就會知道什麼叫做 因為你現在變成了前輩 你以前就是後輩 你下面有一些二十多歲看我們是叔叔 我們人是會變的 希望阿飛哥大人有大量 說多一點點 跟你有空 這麼好請你上來 因為很多人都想回內地發展 哪一方面 很多方面 我上次跟柏力茲說他也是上大陸飄 他現在就是在大陸飄得很厲害 他當然厲害了 飄到現在要回來徵婚 挺忙的 有沒有幫他公開起貼網上去 有 那些人自己寄履歷過來去證婚 對 再加了別人自己聊聊天 不用說到這麼複雜 不是啊 國內很流行 我看到那些我要南方要有三部車 四部樓的那些 是 這些因為內地人有錢嘛 我想問一下你了 你在內地又說電影男二 電視劇又有人找你剪輯 其實是不是真的 做得很厲害 這個真是演員的新孫 其實不要說演員 藝術家的新孫 你還說新孫 是新孫的 其實我不是說07年拍完之後 我回到香港的 然後其實我是2015年 我以前曾經有一個經理人 我2015年解了藥 其實一無所有 我才回到內地 那時候我重新回到內地 破釜尋咒 是的 那真的是一個人想去敲門 我記得我去了北京 就是在北漂 真的飄了去北京 去第二資料 是不是橫店 不是 橫店在浙江 那北京那裡就有很多酒店 那些酒店不是時鐘酒店 但是也是一些連鎖酒店 裏面有很多不同的劇組進鎖了 專門負責收資料去Casting 是的 那就是其他資料 敲門 你好我是廖子 先走過來 然後就給他資料 那真的很富裕也好 很感恩也好 為什麼這麼說呢 當年很流行的那種叫做網大 聽過什麼 網絡大電影 沒錯網絡大電影 其實一點都不大的 是的 名字叫網大 我知道 但是就不斷開 不斷開 有很多事情做的 是有很多事情做的 那時候 也有很多人願意用我 知道香港過來真的不容易 這麼遠 至少有誠意在那裡 是的 也因此無意之中 我不知道 是真的挺特別的 我無意之中進去了湖南衛視 旗下的一間叫芒果影視 芒果影視是專門幫湖南衛視 製作電視劇的 就是幫他做了一個真人秀電視劇 去做一個現場導演 那便留在北京 亦和一些製片導演 熟悉了 是的 也是因為這樣 我才留在這裡 我現在回想起 因為我說是15年 15年到現在都是89年 很久了 是的 如果那時候沒有這個經歷 其實我相信 我現在再重新回去 是很難的 我也不知道怎樣 我有什麼渠道 現在很難上去 也是這樣上去的 現在很容易上去 你飛過去三個小時 坐高鐵就可以了 上去就很容易上去 但是上去之後又怎樣 就站在這裡了 是的 下來吃一碗雲吞 吃餃子 是的 但是 你問我現在上去 可以怎樣去找一條路來走呢 我都打了question 但是你以前的路已經開了 對你來說 真的是自己闖的 嗯 剛剛說表叔那個是2007年 就帶我上去一次 但是之後也沒有說 因此是產生了任何東西 但是你有profolio 是的 還有以前曾經 和吳仔也有 在大台也有 TVB 是的 我和你沒有同一個台做事 沒有同一個戲裡面做戲 不是 同一個戲可能有 但是沒有同一場 是的 我根本沒有撞過你 不是 有你沒有我 我們經常說男生 我們是這麼壞的 不是 不是說我和你那些什麼 就是大家差不多那些位置 我沒有你那麼英俊 我那些仰衰 你又是高大英俊那些 高大英俊人認錯我 我不要這麼說 不是 有時候很難會撞到同一個戲 但是TVB那時候 反而你是多事做過我的 在TVB還更加 所以你經常掛在口邊 你說都是難得 你說我很難得 其實我真的覺得我真的很難得 我的難得 我是難得這麼多人是願意 繼續給我機會 否則我真的死了幾次 你有學歷 幾樣東西 你有學歷 是不是 很多人都有學歷 那倒是 我沒有 你不告訴別人而已 我真的沒有學歷 我跟你說 我沒有學歷 幼稚園不宜 那就有學歷 那你這些沒得說 我們做的事情其實也不是很看學歷 但你真的叫科班出身 起碼 如果你讀APA 但APA也不像每個人 像你這麼多東西接的 有些人 Joman 是不是APA的 不是的 我還以為他是這樣的 你知道我講誰嗎 蔣祖文 我以為他是這樣的 因為你有些師姐認識他 是朋友 那我誤會了 因為都是舞台這樣 是的 那個訓練 接著外國回來 我印象中是 不清楚 不清楚 那APA有沒有那些是做得很好 有 現在你打開電視台 你看到那個什麼 新闻女王 誰啊 鄧志堅 他是APA的 是的 我自己是APA的 是的 他低了一屆 他是私底嗎 是的 低一屆還是兩屆 他紅很多 他剛好一屆 他演戲很好看 是的 挺有氣的 現在買新年廣告也是找他 我知道 然後還有上一屆 這兩個厲害 黃祖南 黃祖南和張繼聰 張繼聰 現在紅得得了 但是我們認識的那個年代 APA的人 好像也不是說 白紙 白紙是APA的 是 硬出寧是不是 硬出寧 不是 你只顧著女孩子 白紙也是厲害 你們很多金牌的最佳南配角 差不多全部都是APA 是嗎 這個學歷對你來說 北上有沒有用呢 很多同學讀完書都想知道 反而我覺得不夠在TVB跑龍套 那麼響 因為他們不會認識香港演藝學院 雖然香港演藝學院 其實在國際排名很高 原來香港人也未必知道很高 但是國際在高等院校 是排一百大還是五十大之內 那麼誇張 那麼厲害嗎 是的 但是對於國內的觀眾來說 都不夠TVB這三個英文節目 那是 所以我甚至說 TVB做什麼 你所說的 可能我真的可以上去 就這樣跟別人說 當然不會說 是 可能跑龍套 對他們來說 不要緊 我們從小看TVB大的 臨時演員也是演員 是的 所以林老師 什麼什麼什麼 對 前座前座 後來的待遇好像不一樣了 哦 是這樣的 始終那一行的人也是那一行 覺得TVB是一個品牌 因為始終你以前 內地還沒開這麼多電視台的時候 都真的從小看大無線 是 是大明星 上去那時候 誰說 方力申 他說我不是明星 馬德忠上去 嘩 他是跟別人揮手 那些人 是的 但是 剛才APA說了 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但是好像說 有些都很慘 我所知 嗯 是不是 例如呢 就是 不是做那一行 其實 讀行行 也有機會不是做那一行 很多 即是 連基本收入都找不到 始終 不是香港 其實全世界都是 演藝事業 是 一來不會穩定 除非你是一間公司 給你月薪 否則你不會穩定 嗯 是的 另外就是 香港 要是 APA就是讀舞台的表演 就是舞台劇 舞台劇的市場 我想問你 你是五仔 你去年看了幾套舞台劇 一套 好嗎 那怎麼生存 我四月份有一個舞台劇 我到時叫你 我不是香港 你說四月份有機會 有幾天就行 可能就是那幾天演 好嗎 大家就預料了 留票給你 好 多謝先 好 其實是難生存 難的 如果你說影視 其實很多現在都是中港合資合拍的 是的 又或者如果電視劇的話 就真的是TVB OK 因為我知道做這行 很多人都是做到抑鬱的 不開心的 是的 我以前也曾經不開心過的 有沒有抑鬱過 有的 沒有關係嗎 好嗎 這樣做不好 你試過有些師兄弟是抱不起來 出事嗎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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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名字 那件事也不要說了 算了 不要說了 不過絕對有 但就希望大家都正面一點 因為我認識很多你們的同學 是 我覺得 在這裡給我一點點意見 有一點點是太專注做一件事 嗯 接受不了自己做另一件事 就好像比較在牛角尖上 其實我也會的 我知道你是 是的 所以 有一陣子 其實不是有一陣子 有一陣子 真的沒有戲拍 嗯 真的不知道要做什麼 不知道要做什麼的話 那怎麼辦 你說要轉行 糟了 就是 那做什麼 正如你所說 有這樣的學歷 學歷做什麼 我表演是畢業無獨 我讀什麼功 我問你什麼功 開洋公園 開洋公園 開洋公園也是一年做個哈佬位 是的 我們是在那裡認識的 是的 那 迪士尼進去做什麼 扮米奇 你可以扮白雪公主 我挺喜歡的 我挺喜歡那個貝兒 那你做貝兒 有演技什麼都可以 貝兒抱著那隻怪獸 那隻野獸 覺得其實學歷也比較難 是的 所以生存空間 不是想像中那麼闊 就是選擇行業 所以以前很多爸爸媽媽 知道子女想讀演藝學院 真的會罵 是的 是的 雖然是很難入 但是難入還難入 有些人進去都會被罵 哦 這樣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 跟你的師弟 或者師兄 有些都沒有說 像你那樣 可以在內地做到 最佳南配角的角色 有沒有說話 跟他們說勉勵 或者怎麼樣 沒有說勉勵 好像很老師 首先跟他們說恭喜發財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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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做好每件事 做好每個戲 我相信機會的事情 自然會回來的 是的 是的 等於你這次 剛好你回來香港 突然間 找我來錄音樂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我只是跟朋友聊天而已 是的 我只是說機會的事情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不知道什麼時候來吧 是的 做好每件事就可以了 我那時候也是 做好每個戲 做好每一次的演出 自然有人看到 然後就會找你 即是活在當下 活好當下 未來就會有 我看到你現在很好 不要這樣 再捐多一間學校 可以 可以 這次可以叫五仔書院 不用 是的 不需要 不需要 低調 是的 多謝林志幸跟我們的訪問 多謝五仔的邀請 希望黃一菲先生 和你的誤會 盡快解開 既然是一場親戚 大家喝茶吃飯 跟我問候你的表叔 好的 今天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談 拜拜